很快就到了我們二遊史集 《一物遊世界》的最後一集 不知道大家聽得夠不夠厚呢? 如果還沒夠厚的話 今集我們的最後一集 會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檔主故事 我們馬上開始 Let's go! 我們剛才訪問完 現在就訪問了旁邊的單檔 Store on the way 其實是否叫做有趣 是最特別的 是在藥蛋發生的 因為藥蛋有一個新世界七大奇蹟 有一個地方叫Petra 其實是一個古城 很漂亮的 我和兩個女生朋友自由行去 很開心 那裏就會有很多地位的人 是貓頭 其實叫做貝都欣一 他們就會兜搭你坐爐仔 騎駱駝 他們的兜搭之下 我們晚上跟了他們去山洞吃飯 因為他們本身是住山洞 在這個國家公園裡面的山洞 因為他們是原住民 他們還是住在山洞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麼鬥膽跟他們呢 就是因為逢星期三 Petra這個地方有一個叫Petra by night 就是他們在古籍前面會點很多蠟燭 是一個很漂亮的儀式 剛巧就是我們早上和這個活動中間有個空間的時間 我們已經走得很累 然後他們繞到我們去山洞吃飯 那我們就退了 好了 誰不知呢 他們再帶我們去看那個show 看完之後他又問你想不看日出 然後我們就說 嘩 這樣 沒什麼危機意識 然後我們就跟他回去睡 這樣 誰不知半夜就有人敲門 就是有人佈了警找你們 原來這個是一個國家保護公園 其實所有遊客晚上一定要離開 那個酒店發現我們沒有回來 就是我們預約到外面的酒店 然後就報警 他們就知道一定是留在裡面了 然後逐個山洞找 就找到我們了 凌晨三、四點 沒辦法了 我們就離開了 我們那時候還覺得 沒得看日出很不開心 還覺得那幫人很好 這樣 那幫人就跟我們說 但是你們不要跟警察說見過我們 因為會令我們有困難 我們去警局就下口供了 然後第二天我們買了兩天抹 我們再回去找他們 都沒有東西 他們就繼續帶我們玩 誰不知回到香港 我們交換了Facebook 然後他突然跟我說 我弟弟被警察抓麻煩 但我們沒有錢 保釋他 然後我們三個女生 我是最容易被人欺騙的 我就說那給吧 他們很慘 有一個女生堅決不想給 有一個就是猶豫不決 最後我們覺得 其實他們不是說要很多錢 二千多港幣 那三個人分享就八百多元 其實我給了他們 我內心安樂一點 誰不知 一個小時後 我朋友的男朋友就發現 原來在Facebook 有個虎豬大聯盟 就是說 這個地方有一幫人 是專欺女生錢的 其實不只欺騙女生錢的 想他們做女朋友 然後他們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跟那個人說 我媽媽有病啊 我爐仔死了 你可以賠錢嗎 有些外國的女生 真的給了幾十萬 他們 這個是 我曾經說 為何你可以這麼大膽 幸好你沒有死 自此之後 警覺心又提高了 雖然這個是一個比較 衝擊到我的 是嗎 請請各位去約會的女生 留意一下 尤其是Petra 千萬不要被騙 不要在那裡找男朋友 想清楚 我多謝你的分享 真的很有趣 好 那我們現在 大家都看到 應該是充滿民族 色彩的鞋 上檔主 介紹一下 你到底買的鞋 是來自什麼地方 以及這間店叫什麼名字 我們叫三眼民族 然後我們專門買印度鞋 所以你們看到的這些鞋 全部都是印度人手做的鞋 譬如這些 我們有得訂做的鞋 每一次的瘦線 顏色出來都會有少少不同 都是醫治師傅 那一期的心情 或者他真的有什麼貨 好 首先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穿民族 但是你買民族衣服的時候 其實香港也很多選擇 但是我偏偏買民族鞋 打算搭配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不太舒服 所以我自己去印度的時候 我就有特意去到處找不同的鞋 我就是想要入一些又舒服 然後又漂亮的鞋 甚至可能譬如說 有些是我們有加膠底 或者有些是很傳統的用皮底 全部都是他們自己一針一線的做出來的 真的想買這些鞋 是不是怎樣找到你們 還是已經很誇張了 你可以繼續留意我們IG 因為我們的IG都不會閉著 所以如果我們在那邊可以再繼續經營到 我們都會買新的產品上去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為什麼我問這個問題呢 就是因為店主其實是要移民的 所以可能就是最後一次放市集 還有就是去給大家在香港 藉著這間店去買一些 這麼有特色的手工民族 我覺得移民是自己的選擇 不用一定說我喜歡或者不喜歡 我現在這個城市 然後我才去移民去另一個國家 可能是因為別人有其他東西 很吸引我 例如我有些朋友是有小朋友的 他可能覺得英國或者加拿大的教育制度 會比較適合他 他就會因為這樣而移民過去 我覺得其實香港很好 很多東西都方便 然後其實 其實食物又很多 因為我很喜歡吃東西 賣東西又很多 但是問題是 要看自己每一個人的追求 今天很感謝當主的分享 都希望你之後的移民生活愉快 好 還要開開心心健健向好 好 感謝你 好 現在來到一個又是賣印度的我估計 應該是特色一點 因為多了很多不同的食物 都想找店主去介紹一下你的店 還有怎樣稱呼你 我叫做April 我是Dia Darlene的店主 其實我們主要是賣來自印度售工的飾品 例如耳環、戒指、頸鏈等 接下來呢 其實我都會定期去印度 入貨或者親自選 接下來都會有些衣服、鞋、袋等 讓大家多些選擇 我多數問一下April 當初為什麼會想買印度的飾品呢 其實應該是這幾年因為疫情關係 你的時間多了 其實我是很喜歡去旅行的 每年都是去很多次 沒得去旅行 你就多了時間去想自己 究竟我的人生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想試些什麼 朋友仔就說 你這麼喜歡民族的東西 不如你自己試試創業吧 那時候我就有些印度的朋友 跟他們說這件事 他們就說可以試試 唯有你這麼喜歡 那時候那些人都會問 如果再開關 你第一地方會飛去哪裡 可能每個人都說 我要去台灣、日本、韓國那些 但是那天我完全沒有猶豫 我說我要去印度 這樣就促成了這件事的發生 譬如印度有一款傳統的耳環 就像這一款 叫做Chongka Chongka的歷史是非常悠久的 其實所有印度女士家 他們必定是有這款的耳環 是一個特色 其實這一個是來自他們印度傳統的一個 又是宗教 印度教的母 然後又興起座 其實你說Chongka Chongka 我這款是有圈圈 歐款 因為Chongka是有很多 有幾百款 這些就會比較容易 Carry 通常Chongka 就是代表這個 中的意思 所以 你見到印度的飾物 有個中 就像一個罩 就是Chongka 款式 他們說Chongka 就是那個聲音 即是你一路走著 舞者跳舞的時候 發出的聲音 他們就會覺得是一個吉祥 可以辟邪的意思 其實 沖頭款式也有很多 例如 例如這些 因為印度的國鳥是孔雀 他們的國花是荷花 所以他們的耳環款 可能他們會配有荷花 孔雀 那些 來突出他們的民族性 是啊 想不到 看一個飾物 都可以知道這麼多 關於印度的歷史 因為 你不說我不知道 可能他們的荷花背後 其實就是 他們的國花就是荷花 或者宗教 可能是一個 有一個印度 宗教的意味 或者原來每一個印度女生 都一定要有 對呀 很有趣 今天是Avlon 謝謝你 Sukria Sukria 是一個印度的FrancQ Suk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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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的商店名叫做什麼 可以介紹一下嗎 你好 我是June 我的商店名叫做Mituna 我用了一個Laos名字 因為我三年住在Laos 我三年住在三年 我售賣了全部製造在Laos 我為了一個 旅行的 旅行 我為了一個 旅行 旅行 我為了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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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是從中國 這是一群男性的群組 所以他們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語言 你們可以看到 因為他們沒有語言 所以他們必須做語言 去告訴他們的故事 去通知知識 所以這些牌是比較像 他們的知識 所以當他們會做什麼 當他們會做生物的生物 或是生物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他們的 大小的大小的大小的 他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故事 很久以前 一個人去到處 做什麼? 這是一種故事 它是很奇妙的 所以我希望他們保持在小小的包子 那些人可以持有自己的 今集就到此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的你們 記得要留言、讚、分享、訂閱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